主料,西葫芦200克,鸡蛋一个,面粉150克,主料,五香粉3克,盐3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西葫芦擦成丝,放入鸡蛋,五香粉,盐,放入面粉搅拌均匀,搅拌好后静止10分钟,锅中放少量油,用勺子舀一勺面酷,放入锅中,小火煎至两面净。 吃的时候炸番茄酱或者自己喜欢的酱料,烹饪技巧,搅成面固后,你如果感觉很干,可以加少量的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